烘油的酸 酸的酸 酸的酸 酸的酸就外銷了 台灣的水果 金鑽鳳梨它的甜度 頭中圍 中部中段測試 要達到甜度16度 才能夠外銷 你們聽我說 麥克風 這吃肉聲 這就無法外銷了 但是這很甜 這很甜啊 像這樣就出去就外了 這肉聲跟胖的聲音不一樣 胖的聲音才可以外銷 所以他們說到肉聲就要打起來 做來銷的 但肉聲也比較好吃 這鳳梨要外銷 鳳梨頭四個月 鳳梨最甜的 鳳梨頭 就在這裡 這裡最甜 要外銷你要中節 要16度 第一度16度 頭17度 開花這裡 差不多15度 通15度 所以一顆鳳梨每位置的甜度不一樣 所以你吃鳳梨你要來行 要吃鳳梨頭 你如果像這樣 像這樣 你只吃這個 財政紅的 吃鳳梨就很甜 你看台灣鳳梨 你看看 你看看 不怪台灣人 大家要買 我告訴你賣到沒有 試試看 試試看 為什麼會 真的還好 不會很生 那叫鳳梨生 鳳梨要打開 所以 你如果有細酸劑 你有細酸劑 不會生 他就打到 都不會收到 然後會生 但不會生 一定會有 這就是百個 百分之二十八點四 他在我們這裡 出一百億出來 他就給我們 二十八億四千萬 就這個余惠傭 余當署長 是 我沒什麼人要感謝他 只說 你照顧我們的農民 我拜託馬英九總統 我跟總統拜託 你的車嚇一下 會我農民 他只剩馬英九這樣就很爽 這叫領導人 是 台灣 你看這個鳳梨 剛剛不是講 農業出口多了二十幾%嗎 沒有錯 可是 一斤的鳳梨 可以做六斤的鳳梨酥 那一斤的鳳梨 現在在台灣 盤口價昨天是十塊錢 那六斤的鳳梨酥 可以賣六百塊 所以出口額是六百塊台幣 但真正用到農產品 只有十塊錢的台幣 所以出口額是六百塊台幣 只有十塊錢的台幣 所以這個農民聽了這個數字 他也很生氣 你不能把 因為麵粉 你都是從美國進口的 所有的加工完了 出口的金額 那你要算到我農產品來 那這個火龍果在大陸也有 可是在台灣就不一樣 這個火龍果甜度達到二十二度 各位看看 這是燕草的巴勒 你不要小看這巴勒 這巴勒很厲害 巴勒跟蜜澡 這蜜澡那麼大 這是燕草因為是有火山岩的礦物 所以你在其他地方種出來的巴勒 就沒有燕草這麼甜 蜜澡跟巴勒 因為它的礦物質不同 它是火山岩上來的泥土 所以它種出來的水果就特別的不一樣 蜘蛛魚這個嘴巴 它只要到了氣溫十二度的時候 它的嘴巴就硬化 就不能咬河 那不能咬河它就不再吃掉 它就長不大 就這麼樣 所以你不到那個規格 你就變成不能賣了 所以台南它是會達到十二度的 所以大陸來跟台南契作 就是我一台金四十五元 在台南就是大概最高的價錢 那如果像今年暖冬 也許你可以拼 拼的話 這個時候 蜘蛛魚一台金是賣到五六十塊 那是因為台南達到十二度的時候 高雄它還有十三度 十四度 你台南到十一度 高雄還有十三度 所以它的蜘蛛魚可以過冬 那過了冬在這個時候 就可以賣到五六十 可是台南沒有辦法 漁民不可能跟你拼 所以拼了以後 它就會血本無歸 所以當時的大陸的契作 就是用這種加工 那現在我們幫它翻身 我們幫它澄清了以後 很多人就買這個蜘蛛魚肚 這是現代冷鏈處理的極速冷凍 所以現在已經賣到缺貨了 那為什麼蜘蛛魚這麼好的魚 那過去就是因為不懂得行銷 這個蜘蛛魚是因為鄭成功 鄭成功是南安人 那南安人他吃到這虱目魚這麼美味 他就問蜘蛛魚 南安的人是這麼講 所以在台灣就變成蜘蛛魚 蜘蛛魚就是這樣來 那這個鄭成功當時吃到這麼好的魚 那他們大陸有人叫它是牛奶魚 這是他的學名 所以這個魚220根魚翅 現在可以通通把它拔出來 那也可以只吃這個魚毒 這邊是一根魚翅也沒有 尤其是蜘蛛魚丸 這個蜘蛛魚丸更厲害了 對不對更美味了 所以現在加工現在都賣到缺貨 原來這麼好吃的魚產品 就是在台南高雄 高雄跟台南就是蜘蛛魚的故鄉